你好呀,我是小黄瓜 今天开始的时候先跟大家说一些情语 我说你们听着,然后尝试一下 慢慢听着听着睡着 后面还会有一些道具,我先聊两句 这个月就是现在是四月份 这个月是我在B站 就这一阶段最后一个月直播了 虽然说其实已经提前挺久 有跟大家在直播间说 但每天还是有人会问 有人问我就要回答 已经好久了 我跟B站我是没有工会的 然后跟官方签约的 然后合同到期了 然后非常对不起 也没能继续续上 就是因为出面主播 就是不再许约了 所以 私信也有很多小伙伴问我 就是是不是要去其他平台 或者后面有什么打算 目前为止 我没有任何打算 我也没有联系其他平台 嗯 有 就是 我从做直播到现在 已经七年多 快八年了 中间其实有一段时间 是没有直播的 但是没有直播的日子 是因为那个时候不能做主面 我对自己的定位是主面主播 在我看来 也有很多人建议我说 你可以聊天 唱歌 它有戏也行 但是 虽说都是直播 但在我看来 其实不适宜了 不能算数 就是我作为主面主播 我可以很舒服 很松弛 像安静的时候 做做声音 有时候在直播间聊聊天 这个节奏 是我 自己觉得特别喜欢的 如果说不是做主面主播 就一定要转吉他主播做的话 对我来讲 这个事特别勉强 所以在那个时候 不能做主面直播的日子里 我就去开店了 这个你们应该都知道 所以算上当中的这一段时间 我开店 筹备到开店 每几个月就遇上了 疫情 然后一路下来 后面有一天 我还在上班在电 突然接到B站来的电话 跟我说可以做主面了 我批店批店的 就都没有这么准备 就直接 当中隔了几天 还没几天 找了一天 休假 我就直接开播了 所以 这样算下来 其实七八年里面 我是没有放过长假的 小假期一直有 毕竟我是懒狗 直播也没有给自己 一个月三十天安排二十八天 确实也没有 但是没有长假 我今年已经 三十岁出头了 然后目前 对未来也没有什么 特别明确的规划 没有什么方向 不过这跟我年纪没关 我就是一直都没有规划 从小就是 然后 我是一个很喜欢旅游的人 我一直很喜欢 到处走走看看 一个人开车 上海附近有安基啊 杭州啊 江苏 就是哪怕 找到一个周末 或者两天休息 我都喜欢 自己开车出去站 但是我到现在 我也没有 走出过特别远的范围 国内有那么多 漂亮的地方 我想都去看一看 然后 我到现在 胡招还是白本 直播的时候 跟他们聊 小伙伴们 有各种各样去过 到处都有去过的 就听他们讲 在哪里 对 那边怎么样 都很羡慕 我也想 出去看一看 所以 我目前没有考虑说 后面 怎么安排 我就知道 我要放假了 我要放假 走一走 看一看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想一想 自己后面 要做什么 适合做什么 或者就是 休息够了 看看有没有 合适的 工会啊 什么 然后继续直播 毕竟 直播对我来说 虽然是工作 但是 我其实还挺 依赖直播的 我是个花老 但我又不爱交朋友 直播可以跟各种各样 有时候 有趣 有时候没道理的 各种各样的人 晚上在我的直播间 想聊什么聊什么 这个过程 其实对于我来说 可能直播间的 小伙伴觉得 我在陪伴大家 但其实你们也在陪伴我呀 然后 我特别怕那种 意识感很强的事 你们看直播的也知道 就是 我基本不伴中年轻 我一年中除了生日 这一天 会预告一下 其他时候 尽量的 正常的 日常的 这样 度过 特别怕跟人告别 所以 所以我跟大家 约定了一下 最后一天 那天直播 不说 这样的话就不用告别了 你们就当好朋友去放个假 说不定 这一天 我们还会在直播间相见的 说不定 该率还不小 让我休息一下 做主播的这个经历 对我来讲 是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一段经历 我是因为确实是人生到了最低谷 没有什么选择 当时一拍脑袋就说 我试试看做主播 在那之前真的是已经没落了 山穷水晶了 然后因为家里面的一些变故 但是我很非常非常庆幸 我做了这个决定 我当时特别的焦虑 每天晚上睡不着觉 后面听主面视频 有一天上B站 看到有人在做主面 直播 我说啊 这个东西可以直播呀 然后就买了设备 设备还是 还是打白条卖的 不打广告 我差点把那个品牌 还没说出来 然后就买了设备 就自己想试试看 我运气也非常好 那个时候 就是直播了没几天 就遇到了我的房管门 到现在 还在我直播间的房管门 最早的是直播第三天就遇到了 然后在我的直播间 每场直播都在 一代就是七八年 谢谢 之前的日子 你在我直播间 带着 往后的日子 我也要 请不要把我从你的生活中赶出去 就算不直播了 我们也要保持联系 不过你会的 这个不用多说 我通过直播 遇到了 很多姐妹们 对 还有一些 兄弟们 都会是我 不管未来我做什么 只要你们找我 我就在那 都会是我一辈子的朋友 今天晚上直播的时候 还在 跟他聊 之前 我刚做直播那会儿 有很多人 都还在读初中 高中 现在厉害了啊 晚上来我直播间的 刚离完婚的 生了两个孩子的 工作都换了三个了 各种各样 好像 大家都在往前 生活都在往前 好像总是无所事事的 很多年前是这样 现在还是这样 住在这个 租的小房子里 带着我的毛毛 直播 开开车 做做事 好像 我都没有什么 进步 所以我也希望 我的生活 可以推动一下 少点 能让我摸到 未来是什么样子 画一个轮廓 今天这个情侣时间够长 我本来想 说个五分钟左右的话 结果说了十一分钟 那我开始做声音了 如果还有什么要聊的 你们可以发在评论区 我在后面的视频里面 跟大家再继续聊 如果行物话多 就不要再评论区 问我任何事了 然后我的投稿 然后我的投稿还会一直更新的 然后 五月份开始 因为我定了一条路线 所以从今年下半年开始 我应该会增加我的投稿频率 毕竟不直播时间就多了嘛 可以考虑堕落一些投稿 所以未来的每一个投稿 还要请大家多多关照 主播只是 听播一段时间 不是对望了 硬币给我存在 那我开始干货了 谢谢你们 有耐心听我说这些 如果是直播间的小伙伴的话 其实已经听了不知道多少遍了 谢谢你们的耐心 我把麦克风装到架子上 我把今天说那么久 我感觉得用三个无人神投稿 才能 才能弥补大家的 我感觉不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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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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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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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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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 感谢观看 嗯 我看你一眼 基本上的小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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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preached手 这个声音好像需要耳末刚刚唤醒的时候做 听起来更干净一些 太阳了 这个位置已来更干净 这个位置可以做 这位置很浓 这位置可以做 这位置是怎么可以做 这位置有点不错 这位置不错 我现在不错 这位置不错 是我来说 这位置不错 这位置不错 有点不错 好 词曲 李宗盛 酸芽 翻 step 翻 step 翻 step 逆截 翻 ste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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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是在這一刻 我能弄好 我能夠逼你 是你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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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矩 好 有感覺是有感覺,但是好像不是 是不是特別適合睡覺 睡覺突然聽到那麼高那麼低的聲音 是不是很容易醒啊 突然發現 現在的方向嗎 滴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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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好 我好 宿舍 好緊張 折腾 直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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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 Living ійсьLED países的 呼呼呼 感谢观看